作曲 初音樂 由十幾歲就開始接觸到踩板還有音樂 還有音樂對我來說就是打鼓 which is 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去到1997年的時候 我大概是21歲左右 媽媽就說不如這樣吧 你回香港 回到你的家鄉旅行 然後回來給湘機工作 然後就沒有再離開了 因為回來找一份工作 我那時候入Sheriton 第三個月我已經獲得最佳員工 因為很多客人寫回那些詢問 又回來讚我 然後有一次 Jimmy就打電話給我 喂 你有沒有興趣玩 有出秀或有隊伴 我們有隊伴 我們有隊伴 叫LMF 然後我說 我的天啊 好啊 從那天開始 我的人生就正式改變了 那我在裡面學到什麼呢 他們很不理 什麼都不理 那個態度是 先玩了 先開心了 不要理會市場 喜歡不喜歡什麼 其實 夾班現在應該有困難 家人會說 喂 你都玩了幾年了 都是時候 找一份工作 沒有了 夾班沒有前途 沒有了 你越聽到這些 你就越 不行 如果我這麼快就放去 就是去 向現實低頭的話 那我跟其他人有什麼分別 OK 我為什麼夾班都是 一個indie band 很自由度大 想玩就玩 沒有框框 沒有框框 這樣框住你 十二兩難全之 玩把你的神 把自己的經歷放在一些藝術上 耳朵市上 把他們的藝術上 把自己的藝術上放在一些藝術上 把自己的藝術上放在一些藝術上 不太順利的事 他們會怎樣去應付 我是想帶點歡樂給香港人 當你紋到一個身時 你在選擇你想做一個什麼人 我開始紋到一隻手的時候 我要告訴自己 我不可以回頭 因為我不可以再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所以我只可以在音樂上或者打鼓去維生 你紋到一個身體就要去生存 譬如有些人會笑 他們會笑你因為你這樣 你會笑我因為我不同 但我會笑你因為你都一樣 我想我最離開的事 都是我敢放棄一個在澳洲那麼舒服和熟悉的環境 還有有膽量放棄一份那麼好的工作 還有堅持到現在 亦都在做同一件事 我覺得《off the wall》對我來說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我一次性的 吧 是說我這一屆呢 不是說我會說我可以嗎 是說我這屆呢 不是說我這屆呢 我想我這屆呢 我這屆呢 我這個看見她 我這屆呢 我這屆呢 為何我要問這個文章是因為我想將一件從小到大於都影響到我好心的一件事放在我身上 而Off the Wall就是一種鼓勵我去試身嘗試的一種精神 那是為何我放在我的背面 感谢观看